菲律宾周三5月12日报告了他所说的 来自中国的287艘海上民兵船 侵入其专属经济区的情况 这进一步表明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和解之后 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重新出现了裂痕 南海问题特别工作组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菲律宾控制的岛屿附近 看到所谓的外国船只持续非法入侵 被报告为可能的外交行动 最近几周 菲律宾外交部多次向中国抱怨 中国船只在其专属经济区的蜂拥而至和威胁性存在 并要求他们撤离 菲律宾最近通过所谓主权巡逻 加强了其在南中国海的存在 中国官员此前一直否认其渔船上有民兵 近来菲律宾军方媒体和国内亲美人士 不断利用南海问题渲染反中氛围 任期只剩一年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压力骤增 几天前他安抚反对派表示 在新冠疫苗问题上菲律宾欠中国的一份人情 承认这一点无可厚非 但他同时还表态 接受疫苗捐赠并不意味着放弃领土主张 菲律宾政府反对派主张利用美国的力量 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施压 4月美国和菲律宾刚刚举行了第36届 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 持续11天 展示两国防务合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